玩战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波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 人家一款Toy World推出的Waste Gas 废弃 废弃是前G1时代的产物 在当时Takara和万宝路合作 推出了这样一个 极具烟草涂装特色的 异色千金领 而那款原版的玩具 也是物以稀为贵 成为变形当历史上 一个现象级别的存在 我们知道MP级别的玩具之前 推出过老千的重图 头雕也有所改动 做了一个废弃的版本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款TW推出的 小尺寸的万宝路千金领 载具形态下的废弃 可以看到这个尺寸 真的是相当袖珍 拿在手里 摇晃起来一体性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在尺寸对比方面 请出合金小车 糖果盒 另外就是MP级别的老千 这两者放在一起 这种袖珍尺寸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虽然尺寸非常小 但是涂装细节做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什么蓝旗万宝路 这样的字样都是给表达出来 另外这个红色 延伸到了两个边缘的尽头 这是之前MP级别的废弃 在涂装方面的一个重要欠缺了 不过那样一个所谓的欠缺 也是一些大规模的厂商的无奈之举 因为毕竟Takar 或者说现在的TT社 已经和万宝路 没有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而且把烟草的图案 出现在儿童玩具上 是不受鼓励的 所以我们很难见到 官方的产品 再和烟草上进行如此深度的一个合作了 但是这个第三方影响就不大了 滚动性没问题 底盘的收纳 对于这样一个小尺寸的玩具来讲 已经是做的非常精彩了 所以口袋级别的玩具 变形简单 那是必须的 而且从这款小尺寸的玩具 变形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官方MP级别老千 或者是废弃变身设计的一些影子 腿部有一个拉伸 之后大小腿 它的一个收纳 是采用侧面进行包裹的方式 两边一样 镜像的变化 之后上盘的调整也是非常简单 成本板这块向内收 同时把带有垂直尾翼的部件 和带有车轮的零件 进行一个分离 手臂黑色的部件打直 其实就是人形状态下的小臂了 旋转90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另外一色镜像的调整 那么最后是把车尾的部件 先向上推 腾出空间 把这两个蓝色的翅膀翻出来之后 再把这两个部件向内收 那么作为整个的一个背包向下翻 向下翻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把这个 千金领或者叫废弃的两个小翅膀 给翻过来了 那么最后就是把这个背包向下推到头 好了 到这儿咱们的废弃 也就完成了从车型到人形变化 人形状态下的废弃 跟拳头是差不多高的一个身形 摇晃起来各个关节表现还是非常紧实的 你头标方面可以看到 你和老千有着明显的区别 不过类似的地方都是有两个长长的耳朵 胸口正中间有一个白色的空白位 这是留给你贴一些标志 因为这毕竟是第三方的产品 不可能给你贴一个七尘或者是八天虎的标志的 那整个人形正面我觉得美形度略差点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小臂的一个比例 小臂显得有点过短了 腿部这个修长的表达倒是相当不错 旋转起来 即使从侧面来看 这个身形也没有任何的累赘两个小翅膀的位置 包括它们的大小都是很合适的 而腿部由于变形结构的设计 空洞位是出现在内侧 从人形的正面和背面观察起来还是比较饱满的 尺寸对比咱们依旧是请出弹口盒 以及山口转轮擒柱 话说这个不可变形的小柱子 和各种口袋级别的玩具真的是百搭 可动性方面 头雕左右上下 而向上这幅度是特别巨大的 因为这个头部的开动位是出现在后脑了 小翅膀可动 手臂向前翻 向后摆平举 小臂的外摆内收曲肘 但是这个曲肘 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像 把手腕向上翻的意思 这个小臂实在是太短了 握持武器 紧实度是没问题 一把短枪一把长炮 而这个长炮是出现在废弃 特别标志性的一个右肩了 腰身由于结构的限制 就是不可动的大腿根部向前踢 向后踹侧摆 外摆内收 屈膝 这些都是做得到 而且比较充分 脚板的接地性 也是有着不俗的表现 而且由于整个接地面积比较大 重心的把握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在很多厂家把玩具越做越大的时候 小尺寸的作品 颇有种物以稀为贵的感觉 虽然细节表现力和可动 比不上那些大家伙 但随时随地把玩的畅快 却是实实在在的 这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 更贴近大众玩具的本意了吧